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爱 因为也许就在远迁不到你 画面中的是海天功勋乐队 由中国远洋航天测量船远望7号上 来自不同岗位的船员组成 近日记者在远望7号船上 采访了这支来自大海的乐队 海天功勋乐队成立于2014年 当时远望7号船上开办了一个吉他班 丰富船员业余生活 队长焦慧舟就是在这个吉他班上 喜欢上了音乐 于是拉上几位志同道合的船员 组建了乐队 如今乐队的成员已经历过几次更替 而每一次吸纳新成员 都少不了焦慧舟会演十珠 我排练的时候我就发现 整理成它的楼基口 我就是趴在这看 后来我一打听 知道了 他键盘十几 然后我看他 他一直在看 我又把他叫下来 我说你师父会弹键盘来着 他说对啊 我说你想不想弹 想 好 有这句话的时候 我马上就把他挖过来了 你知道吗 乐队的成员平时都有各自的工作 他们有的是船上的厨师 有的参与航天测控任务 还有的负责驾船航行 但只要工作结束 他们总会抽时间去到一起排练 即使每一位成员都积极地参与排练 在海上演奏仍有一些困难需要克服 由于海上比较颠簸 乐器不如在陆地上稳当 在投入的演出中 更有可能跑路 他敲鼓的时候力气会比较大 然后就会 这鼓就会一寸一寸地往前挪 他说哎 他就给我眼神 说让我踩一下 我就会帮他踩 有可能吉他手帮鼓手踩一下 吉他手也是一个本分吧 一个工作吧 每次出航 乐手们都会为船员带来精彩的演出 有时还会下船参加比赛 迄今为止 已经有十几次的演出经验 然而并不是每次演出都一帆风顺 他们偶尔也会出些小状况 我们有次参加比赛 然后在我表演的方面 我是主唱 不是 我是重音吉他手 然后我忘带薄片 就是你得带薄片 然后我没带 然后我就只能从那个钱包里 掏出来一块钱 然后当那个薄片代代 如今 海天功勋乐队的演出 已经成为了远望七号上的保留节目 深受船员们欢迎 而成员们也从参与乐队的过程中 得到了许多收获 我挺开心在乐队里面 然后 然后我觉得我们乐队 每一个老师都是非常的帅气 我是他们的小迷妹 有一定的成就感 给大家带去快乐 是有一定的成就感 第二个就是 能够增强自己的自信吧 鞋爱人们的赛离